那我们呢是从市区坐地铁到了东前湖站 然后就在这里的这个公交车总站 差不多两点半左右上的车 上车时呢特意问过司机 东前湖水上乐园站停不停 当时另外一个男乘客上车的时候也问过司机 说东前湖水上乐园站停不停 那么那个司机说停的 陈女士说当时车上只有四名乘客 其中三人的目的地都是东前湖水上乐园 前面几站因为没人上下车 司机到站后没有停车 那么到了水上乐园站呢 他有爆站过的 爆站呢当时我小孩已经走到后面去了 他可能想去他想去按那个门铃呢 结果呢那辆车就完全没有减速 就笔直开走了 那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了 说为什么水上乐园站不停 我们上车的时候就已经问过他的嘛 那反正这司机好像也没有多说 就继续往前开了 然后一直到东前湖水上乐园站的下一站才停 根据站牌显示 东前湖水上乐园下一站是随风度假社区站 陈女士说车子停号后 孩子和另外一名乘客下车了 自己在车头和司机理论 结果司机关上车门继续往前开了 那么他一开我就明确跟他提出 我说我的小孩才七岁 他已经独自一个人下车了 而且他没有带电话手表 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我 随时都有发生这个车祸的危险 我让他立刻停车 让让我下车 他就不停 做到下一站了 然后呢 我小孩自然都下车了 他妈妈呢 不是这跟他那个司机交涉吗 他家没下车司机就开走了 就是 然后呢我把他小孩照顾了一下吧 最终陈女士在寒陵老街站下了车 距离随风度假社区站 已经过去了两站 陈女士说期间司机到站后停过车 但因为周边没有出租车 自己没有下车 然后呢我通过到小孩 把他妈妈的电话号码给问出来了嘛 然后呢我电话挡过去 跟他小孩的妈妈加了微信 然后我们就 就是 联系上了就是这样子嘛 希望能借这个事情呢 引起社会的关注 保障未成年儿童的安全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类事件了 也在此我也非常 一位好心人 他 小孩 发生车祸的危险 中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 目前司机已经按照 公司暂停了工作 的确了 我也我也不忽担 的确是我们公交驾驶员的那个错误 他车辆越占了 那其实我们公司也蛮重视的 重视的就是 因为这个 他投诉肯定我们会核实嘛 就是第二天 我们把那个监控了 监控了调过来 调过来的确是我们家实验疏忽的 王主管说 当时陈女士报了警 东前湖派出所介入了 目前公司在等派出所的一个处理意见 他们也希望能真诚的向陈女士道歉 118黄金眼记者报道